那外挂怎么加 在Eclipse里面的话 你们找一下 我这边是显示36 因为你们就算 应该就是那个第 两页的话就第18页 那这边的话呢 会有个叫install 在help里面会有个install 那个什么呢 那个new software的选项 这个选项 那这个选项的话 我们就把它点击之后的话 再按一下那个add 它那个画面有个add之后呢 你就把这一串的网址给它 把它贴就把它输入 不过name部分可以不用 不一定是这样 主要是location 因为我比较偷懒 我刚才两个都贴一样 那可是这一串 如果你怕打错 其实你可以从哪边呢 另外有一个从云端上面 云端白板上面 我的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有一个叫做这边 建置环境这边 你把它往下找 就会找到我们刚刚那个equilibus的部分 那这边就有网址了 你可以把这一串网址 把它怎么样 ctrl c 那再来的话呢 所以我建议你自己打 我怕你那个字很容易打错 因为虽然字没几个 也是还是有可能打错 打不如到云端上面找一下 然后切到这个equilibus里面呢 那把where看这个关掉之后 加一个那个python的外挂 help里面呢 找到install new software 然后你add一下 这边上面有add 然后把那个路径 主要这个location贴上就可以了 上面一个不知道打什么 其实就是一个python的div 我干脆就把这个也贴上 两个都一样 最简单 add一下 这个时候它会到那个网路上去帮你把这个外挂给找到 然后它出现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那个pydiv 就是python的开发的外挂 ok 那里面当然应该有一些选项 不过就这两个for 其实就是python for eclips 不过未来 其实应该有个版本干脆是帮你挂好就好了 可是它目前是没有 那不然我们就变成说可能会麻烦一点 但是我觉得还好 底下的话还有了一些整合的东西 这个也不妨把它顺便装起来 好那再来的话呢 你就选择NAS 可以打勾之后NAS 这个时候的话 可能还是要一点点时间 因为它这个时候呢 会到我们刚刚给它那个网址上面 等于是一台server 它从那个server里面怎么样 帮我们把那个外挂 再帮我们把它下载到我们的那个 就是eqbis里面 那可能还是要等它一下下 我印象中其实不会太久 那再来的话呢 它会出现说 你已经帮你下载下来了 那我们就把它NAS一下 OK 那再来的话它会有个问题 它问你说 这个一些相关的license 一些规范你要不要同意 就这边记得要把它改成 我要同意 OK 预设好像没有 同意一下 然后finish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把什么呢 把那个python的部分把它挂进来 可是有个部分可能要稍微等待一下 因为底下会有一个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连到那个server上去 所以它还是会背后帮你download一点东西 有的时候可能会稍微一点点时间 我理论上也不会太久 我记得好像也是大概一下下的时间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 就已经假设在跑完的话 那未来你可以在file new里面 它预设是java 我们可以add 你可以在add里面 会找到那个python的选项 我目前还没装好 就让它等一下下 OK 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把那个python的部分把它挂进来 画面还给各位 如果你怕那个网址打错 我建议你干脆就到 我刚刚跟各位讲那个云端的那个地方 去找到那个网址 贴过来相对的失败率会是最低的